哈 来看一分钟啊哎麦子最近班人 他超像你的女生哎别走 哎又不知道哪个班的叫什么 大二班麦珊珊 好快点去上课啊天 真的一模一样 你就是那个 把我和你的神魂天堡的麦子吧 陈珊珊怎么跟你嫂子说的哥 嫂子好我是他妹妹陈珊珊 没事你的妹妹就是我的 哥我刚来学校什么都不懂 你带来人家吗 果然呐 妹妹就是哥哥上辈子的小情人呐 宝贝生日快乐 跟我身上这件是情理款 这是什么呀 哎呦 这是我送你嫂子的生日礼物 那好吧 哎呀嫂子你干嘛呀 我只不过都摸了下你的衣服 你干嘛拿雪剥我呀 我没有 快说话吧 还好有哥哥在 这是我们的情侣装 你凭什么给他 还不是你把他弄吃的 那你们自己过生日去吧 别生气别生气 你跟小孩自己要什么呢 那给你补过生日礼物 你别生气啦 毕竟她是我妹妹嘛 以后你就多热嘴给他好不好 好看 哥哥你看我今天穿这个裙子好看吗 你穿什么的好看 要不是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 我早就 妈 我才不看你 我要看我儿媳妇 啊 杨杉 最近我家子维没欺负你吧 阿姨你放心 哥哥很照顾我的 叫什么阿姨 什么时候该改口叫妈了吧 妈 别这么说 哥哥他有女朋友的 我不管 在我心里 杨杉就是我从小到大认定的儿媳妇 哎呀妈你别乱说 你不会以为我也姓陈 就是陈子维的亲妹妹吧 女朋友这个位置啊 是我暂时让给你的替代品 放开你的臭声 怎么了 哥哥 我不过是看她耳环有点眼熟 想摸一下吧了 请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 她这个耳环 好像是我这条项链的赠品啊 赠品 是啊 本来这条项链 是哥哥准备送你的生日礼物 不过呢 看我太喜欢 就送给我啦 项链还给我 哥哥 我说还给我 麦子 就一条项链嘛 难道妹妹喜欢 你要的话我再给你买一条 妹妹 这算哪门子妹妹 凭什么属于我的东西都要给他 哦对不起 你再装 项链站下来 你拉过了没有 没看见我们妹妹哭了吗 那你没看到我的妹妹哭了吗 她是谁 我是她亦父亦母的亲哥哥 哎呀 嫂子 你干嘛呀 你们不会以为 我也姓成 就是陈九伟的亲妹妹吗 替代屁 你看你的臭手 她这个耳环 好像是我这条项链的赠品啊 我说还给我 你闹过了没有 没看见我们妹妹哭了吗 那你没看到我的妹妹哭了吗 她是谁 我是她亦父亦母亲哥 哎 我们是两对情侣吧 这里有个情侣拍照大赛 第一名有丰厚奖励哦 一起报个名吧 哥哥 我们试试吧 还有报名表 我们报名 恭喜四位进入决赛 现在开始最后一组合照比拼 哥哥 三二一 很好很好 再来一下 三二一 兄弟 你是不是越界了 先越界的不是你吗 这就受不了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好妹妹在我面前 自居是儿师傅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受 我 哥哥 谢过 麦子 哎呦哥哥 我头好晕啊 陈杉杉 你是不是跟你嫂子说了什么 从小到大 我最疼 没要求你做过什么 但我是说这一次 你能跟你嫂子道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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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我先去买单 又会送你回家 麦子 放手 我知道错了 我是在山山谷来道歉的 嫂子 对不起 你得先给我还 别来恶心我了 行吗 嫂子 你听我说 我是要回杭州实习的 不会一直留在哥哥身边 之前那些行为 是我替哥哥试探你 是我太幼稚了 我跟你道歉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嫂子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情绪 哥 你在这好好红嫂子吧 我先走了 不想要这个项链的话 我以后给你买更好的 欠 谁稀罕 你要是还介意的话 我现在就把杉杉杉了 谢谢 放心吧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我都答应你不跟杉杉联系了 你怎么还 行 那以后我也注意点 我去接个电话 乖 要逗 nessa 哥哥 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因为嫂子还要唱小号聊天 真烦人 哎呀乖了 回去呀 小心 慢死 小心 啊 没事吧 兄弟你是不是约见了 新约见的不是你吗 小子你掉下链我还给你 我现在就把伤伤上了 我去接个电话 因为小子还要靠小号聊天 麦子小心 没事吧 你先送银去 我没什么事 你没受伤吧 啊我皮色还热厚的 你没事就好 哥 你怎么好久没理我啊 麦子你别误会 珊珊只是正好回来办点事 我没误会 我也想清楚了 你们认识那么久 感情肯定很深厚 我不该那样 要不改天我行为美吃个饭吧 好啊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珊珊多吃点 谢谢嫂子 以前是我太小气了 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吧 这就对了嘛 我去买单 嗯 你干什么 陈珊珊 你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这么好欺负吧 紫薇哥哥 你已经有两个小时 没理我了 阿珊 麦子 刚刚跟紫薇走后 发现他根本没事 这么重的东西砸下来 怎么可能不受伤 你干嘛什么都不说 接下来该让他们付出代价了 你 哎 你 珊珊你干嘛 没事吧 紫薇 刚刚珊珊想要跟我拿回商链 我不给 她就 你别人胡说 我根本就没有 哥哥 这么多年 我每次没有迁就你 我 可你为什么还要 一而再再而三巧 我和麦子的关系 哥哥 你看这绿茶 你看那 绿茶的是你吧 陈珊珊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我还不会滚 我接个电话 喂 麦子 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关系 因为紫薇还得唱小号聊天 至于吗 你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刚刚的对话很熟悉吗 因为嫂子还要唱小号聊天 哎呀乖呐 委屈你了 陈子文 我们分手吧 我错了 我不是要不去骗你了 我只是不想你误会 这次我真的还都断去关系了 你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最后一次好啊 除非你能找到他 不要不要不要 如果早点了解 那帅心的你 我的晚一点 遇上承受的我 不过 我 昨天都怪我 不该沉默 是沉默 该勇敢去软弱 如果不是我 我肯定了